駕駛好端端开在国道内线车道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左下路 右上方天空不明物品 突然天女散花飞到空中 往驾驶视线处很杂 接着失控的往后车挡风玻璃攻击 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 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 根本闪过人身跑马灯 国三关系交流道上 货车没将东西捆绑牢固 货物瞬间便恐怖飞天血滴子 真的让人捏拔冷汗 马路乱象还发生在高雄 同样在国道上 这一幕让驾驶吓到说不出话 类色大型连接车车斗载满砂石 但下方的轮胎少了一颗 没想到竟用层层铁链潦草缠绕 捆了好几圈固定 还有铁链垂在半空 就这样开上高速公路 中心稳不稳没人知道 要是发生意外后果难以想象 下面这名骑士也没把别人当回事 油门催到底引擎轰隆隆作响 配上刺耳尖锐摩擦声 黑骑士把机车当原规 定点在停车场旋转一圈留下轮胎痕 事发就在新竹巨城百货 男子烧胎旋转还拍摄上传 看着眼前作品露齿大笑 逆谱心境情方已寻现 将把人找回来清理干净 还有这对情侣开车开一开 突然忘情依偎 完全忘记自己在大马路上 碰得好大声追撞前车屁股 两人这才清醒抬头 晒恩爱望我安全丢一边 这下车子撞坏 粉红泡泡瞬间破灭 记得叶伟林分享桥综合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